元神4.0封单PV官宣 三款新立会 严系大改版4.0卡池 送新四星 仆人入池 各位大佬好呀 就在刚刚 元神4.0封单PV官宣了 大批封单角色亮相 还没来得及看的 赶紧欣赏下吧 封单角色日本CVE啦 不得不说日配声优 真的是好豪华 本来对灵迷没啥感觉 后来听说属性有点感兴趣 现在日配是夏野红 这下不得不抽了 话说苹果姐 怎么一股三立的感觉 元神和CVE都是照着三立做的吧 按照惯例 将在4.0登场的三位新角色 一个五星 两个四星立会 将会在本周进行官宣 这两天就会有相应的简笔画曝光 我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 不过就怕到时灵迷会因为黑丝 引起不必要的节奏 顺便一提的是 舅舅透露说 火攻灵迷会是加强版的干预 灵迷释放技能会脱下帽子 脱帽也是为了证明 剑魔不是秃头 黄豆姐的属性已确定是颜戏 手臂上的颜戏神之眼 证实了这一信息 之前就有网传 封单会有颜戏改版的消息 希望到时来个新机制 例如角色身上有结晶盾存在时 其余结晶碎片会爆炸 不过让人想吐槽的是 黄豆姐胸前看着太违和了吧 真就是胸口碎大石 4.0卡池确定没有神级角色复刻 钟离也会在4.1周年庆 4.0离迷公子夜兰入池 至于最后一位角色 会是颜戏的一斗或阿贝多 个人感觉一斗希望很大 4.01斗 4.1中离 4.2安排黄豆姐非常合理 顺便一提的是 4.0会按照惯例送一位封单新刺刑 应该就是那位兵大剑弗雷米奈 计划通刚刚透露消息 表示仆人会成自己角色 也就是说仆人会跟公子一样 既进周本也进卡池 毕竟这次都已经成PV封面了 应该是得进池子的 应该是因为热度下滑很多人嘛 所以策划对仆人的剧情做了大改 要我说剧情人设 弄成公子这种程度的就行了 虽然目前仆人 在公子和散兵的评价里都不咋好 要进池多半得洗 不过以米哈游目前编剧的能力 不写成散兵那样就算成功 大家觉得呢